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回赞母娘家过年 除了探望曼玉良的家人 也是刘晓鑫第一次在柬埔寨体验当地的传统新年戏俗 曼玉良的一家早早在家中等待小两口回家 曼玉良和刘晓鑫都是共同奋战在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柬埔寨最大规模机场新金兵国际机场项目的员工 因为夫妻俩一直忙于工作 这样的团聚时刻对于一家人来说尤为珍贵 在柬埔寨年的第一天 柬埔寨民众会穿上高棉的传统礼服 去寺庙拜佛祈福 祈愿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泼水节习俗也是柬埔寨年的重要活动 寓意着冲喜不顺迎接好运 看着刘晓鑫 柬埔寨丈母娘笑意满盈 临回金边 丈母娘还给小夫妻俩装了满满一车的干货 还嘱咐中国女婿一定要分给中国同事们吃 回到公司 曼玉良和刘晓鑫把从老家带来的特产分给同事们 恩爱的小两口成为同事们羡慕的跨国婚姻 两年前 刚大学毕业的曼玉良来到新金兵国际机场项目应聘工作 经过资质考核成功入职 在工作中她遇到了刘晓鑫 俩人因为共同的理想 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走到一起 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中国 然后我也喜欢看中国电视剧 我也学唱中文歌 然后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也选择中国企业 第一次见她是在项目组织的活动上 当时是她唱中文歌 我一想她这位一个柬埔寨小姑娘居然会唱中文歌 还唱得这么好 我当时就心动了 作为柬埔寨面向世界的新一代门户机场 新金兵国际机场项目的建设受到当地极大关注 很感动能参加这个很了不起的项目建设 然后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同事来怎么在工作 也帮我们建设这个机场 也挺不容易的 我挺感谢他们 2022年10月22日 两人在柬埔寨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柬埔寨办的这个结婚证 然后这也是就是说经过我们这个中国大使馆认证了 我们回中国的时候我们会办理中国的结婚证 这样的话我们就圆满了 然后我这边也正在学习做中国菜 到中国的时候我就从国国去 然后就露一首 因一带一路建设结缘 在中国建筑为理想而共同奋斗 对刘晓鲜和曼玉良来说 美好的生活刚刚开始 感谢观看